《浩月当空》第352章 当当晋级 没有人会不想拥有神器 龙当当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 想要拥有神器 也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接受了魔法圣殿给予的神器 一定也会有种种限制 刚才在屋地说出这个条件的时候 他是真的心动了 因为 如果能够携带一件神器的话 前往天灾城救援父母的成功率 无疑会大大的增强 但是 冷静下来他就发现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先不说魔法圣殿不可能让他将神器带走那么远 就算是他自己 也不能这么做 前往天灾城救援父母 是一件非常危险而艰难的事情 而且有很大的失败概率 如果自己携带神器来到天灾城 将神器陷落 那么 对于联邦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他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这么做呀 所以 当他冷静下来之后 还是摇头拒绝了 对不起 老师 我没办法放弃骑士的身份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金金鸡座骑士了 骑士圣殿一直以来对我都很好 未来能否成为神硬骑士不说 但我现在骑士更多的 还是习惯的骑士的职业 乌帝并没有因为他的拒绝而不满 依旧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 道 确实 对你来说 或许骑士与魔法师双修 真是一条能够走通的路 你那座骑 本身也具有这样的特性 按照你的本心走下去吧 不过店主还让我告诉你 哪怕你不愿意 只是专属于我们魔法圣殿 也不要放弃魔法 毕竟 你这次传承大笔 也是代表咱们魔法圣殿参与的 只要你答应 如果你能获得这次传承大笔的最终冠军 那么 还是会给你执掌神器的机会 龙当当惊讶地看着乌帝 忍不住脱口出道 这样也行 乌帝淡然一笑 啊 这是你用自己的天赋争取来的 没有什么不行的 我本来对你的预期就已经很高了 却没想到你的成长速度 要比我想象中更快 好好努力 保持下去 未来的联邦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而且是核心之席位 是 谢谢老师 魔法圣殿的大气让龙当当不禁精神一阵 虽然对他来说 执掌这么一件神器还是有些虚幻的 但至少有了机会不是吗 正如乌帝所说的那样 其实圣殿的神印王座是没办法让出来的 只能排队等待 而神器对于职业者的帮助 可想而知 告别了乌帝 龙当当返回住处的路上 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伙伴们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陶玲玲今天再次战胜了对手 已经确保了一个灵魂圣殿的前三名 这确实是意外之喜 不过 他也因为连续两天战斗的消耗太大 后继乏力了 林梦露没什么好说的 表姐就是无敌 汪长兴成功进入了战事圣殿的前六名 他虽然一直都没说什么 但伙伴们却不自觉的 就是对他非常有信心 龙空空也同样战胜了对手 金金基座战凯的作用 实在是太大了 恐惧哀伤领域 加上深渊之处 近乎无解 在对手没有金金基座的情况下 获胜都是时间问题 他那恐惧与悲伤之金金基座 可不是史诗级装备 而是不朽 这次 除了龙当当之外 伙伴们全部晋级各自圣殿的前六名 啥 你输了 我害怕 没事的老哥 以后我照你啊 一听龙当当输了 龙空空的第一反应 却是哈哈大笑 看着他一副欠揍的样子 龙当当淡淡的道 你最好祈祷 不要在决赛圈的时候碰到我 不然我就堂堂正正的揍你一顿 龙空空眨了眨眼睛 你输了 不是就被淘汰了吗 龙当当 呵呵 月里解释道 还没有被淘汰 今天是九进四 剩余的五人 还要进行加赛 决出最后两个名额 团长加赛 肯定没问题的 今天也不是一定就赢不了子桑 只是没有拼而已 嗯 还能这样的 我以为输了就没了呢 这淘汰赛 真的是没啥意思 嘿嘿 老哥 你就当我没说啊 咱们团 还是需要你这个中流砥柱的 龙当当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看向林梦露 道 梦露 现在大家都进入前六了 你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前六名的牌位 在各自圣殿内部 重不重要 林梦露道 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 最终各自圣殿的奖励 和圣殿总殿奖励 还是要看综合决赛的结果 以避免内战内行的情况出现 龙空空疑获得道 表姐 啥叫内战内行 林梦露道 就是说 在本职业中厉害 遇到其他职业就不行了 综合决赛就不一样了 大概率会碰到其他所有职业 想要获得好名次 就真的需要各方面 综合能力都很强 龙空空道 有没有二对二的比赛啊 要是二对二的话 我哥我哥肯定无敌 自从联手战胜过 两位金金鸡座骑士 再加上后来又战胜了老师之后 他现在绝对是信心满满 林梦露摇头 道 没有 都是个人赛 这次传承 大比就是要看个体的实力 所以 你还要好好努力才行 可别早早的就被淘汰了 说着 他看向龙当当 道 总决赛的赛制已经定下来了 36名参赛者 完全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进行分组 一共分为四组 每组九个人 然后小组单循环赛 每组积分的前两名最终进入八强 八强之后 淘汰赛 直到决出冠军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冠军奖励 必是神器 听他说赛制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但当他说出神器这两个字的时候 所有人顿时都停止了腰杆 神器 那可是神器 林梦露 微微一笑 道 所以 大家要好好努力了呀 这一次 连龙空空都没有多说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龙当当身上 龙当当感受着伙伴们的目光 道 我们有六个人都进入到了这次传承大笔的决赛阶段 这就意味着 我们有六分之一的机会 获得最终胜利 接下来各自圣殿的比赛 能放就放 保留实力 也保证好自己的状态 等决赛的时候再发力 到了决赛阶段之后 等完成了抽签 我们再布置战术 争取有更多人进入前八 他 龙空空 林梦露 和汪长兴 都是最有希望进入前八名的 理想状态下 如果有四人进入前八 那无疑是最佳情况 当然 这也就是理想状态下了 能够进入最终决赛的哪一个不是强者 而且 小组赛事循环赛 就杜绝了很多运气成分 只能比拼真正的实力了 圣殿联盟总部 某位九阶中年人办公室 三名中年人 围坐在一张桌案后 彼此对侍者 他们保持这个动作已经有一会儿功夫了 却是谁也没有开口 当当在魔法圣殿那边已经显露了五头黄金龙 被魔法圣殿那边重视起来了 紫天舞叹息一声说道 那也有些无奈的道 这两个小子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原本的想法 他们要走 以我们目前的情况 恐怕是拦不住的 而且父母被抓 患了是谁也控制不了 但联邦也不可能为了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时候和亡灵国度发起全面战争 就算真的发起了 也未必能够救回他们的父母 这次传承大笔之后 恐怕他们真的要走了 那就干呗 我跟他们一起去 海基峰冷冷地说道 那也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道 你脑子里全都是鸡肉吗 去了有用吗 别说是你了 就算我们三个都跟着他们一起去 难道就能从亡灵国度之中把人救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次传承大笔 你们不知道吗 海基峰冷冷地道 我脑子里是不是长了鸡肉 你别管 但我就认我的徒弟 我徒弟的父母被抓走了 难道我这个当师父都不管 你愿意苟着你就苟着 拦不住他们 我就跟他们一起走 大不了就是干 反正早晚也要跟亡灵国度决一死战 此天武道 好了 你们两个就别吵了 亡灵国度再次清洗 三座城市无声无息地被其吞噬 现在联邦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种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齐心协力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 还是想办法吧 那夜苦笑道 无计可施啊 就算是堂主出面 也没办法阻拦人家儿子 不让去救援父母 难道将他们一直关起来吗 那样的话 他们再怎么 天才未来也废了 一旦他们的父母被亡灵国度杀死 你让他们怎么面对 此天武道 那你们那边圣堂们怎么说 那夜道 就和我说的差不多呗 我们圣堂也没办法 堂主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非要去 拦不住的话就让他们去 两套金金基座是圣堂能给他们的最大支持 否则 他们的金金基座考核 能那么容易通过吗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救回父母 那么 他们就是下一代圣堂的继承者 如果他们真的陷落在了那边 此天武忍不住道 圣堂就一点力气 都不出吗 那夜道 具体我不知道 但应该不会完全做事 但也肯定不会分拍力量 和他们一起深入亡灵国度 上次这两个小子 从圣城大拍卖场拍下来的那些东西 明显都是为了深入亡灵国度做准备的 此天武道 现在传承大笔还没有结束 还有缓冲的机会 我们先多打听他父母的消息吧 亡灵国度那边 有试图在联系他们吗 那夜摇摇头道 没有 再就没有动静了 但空空的女朋友 也失踪了 这就更麻烦了 这小子我了解 看上去不着调 但实际上 他认准的事 比他哥都绝 海基峰站起身 转身向外走去 老海 你怎么走了 子天武无奈得道 海基峰头也不回得道 懒得听你们说这些毫无意义的话 我回去了 说完 他就那么走了 那夜叹口气道 他就这脾气 他肯定是已经打定了主意了的 子天武道 先不想那么多了 希望他们 能够在这次的传承大笔上 获得好成绩 如果真的能拿个冠军 按照之前定下来的奖励 能够获得一件神器 一旦有了神器被他们掌控 圣唐对他们的安危 肯定会更加重视 那夜叹 这方面我倒是不担心 他们肯定是会全力以赴的 这次传承大笔 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真正崛起的机会 龙当当再次来到魔法圣殿的时候 正当他准备进行加赛抽签 却被告知 他已经不用抽签了 因为他 已经进入了魔法圣殿的前六名 是的 不战而胜 这个原因很简单 魔法圣殿 对于除了他之外的 另外四名参加加赛的选手 做了一个调查 问题很简单 他们是愿意和龙当当 通过抽签竞技 还是愿意让龙当当 占据一个出现名额先出现 然后他们四个 再进行两轮淘汰赛 决出最后一个出现名额 四名加赛选手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 这个选择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无论是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包括那位六号种子在内 只要抽中龙当当 都是必败无疑 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而以龙当当和紫桑流银战斗的情况来看 他是必然能够获得一个出现名额的 只是不知道会踩着谁出现而已 与其冒着被抽中和他对抗 倒不如让一个名额给他先出现 其他人的实力相差不多 至少也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接近均等的机会 所以龙当当虽然没有进行加赛 但也就这么有些莫名其妙 却似乎又是理所当然的 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圈 成为了魔法圣殿这边出现的六人之一 至此 19-11589 七列魔团六人全部出现 进入到了六大圣殿总部 传承大笔的决赛阶段 如果这36人是未来的六大圣堂 他们六个加起来 几乎就相当于一座圣殿的全部高层了